正好拜仁切尔西和曼联都是差不多时间结束了自己的比赛 结果不太一样 但这三支球队算都是使用高位压迫战术的球队 不过因为伤病的原因 看起来三支球队都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不过依然拜仁稳定 切尔西似乎在走下坡路 曼联的球员迷失 为什么会这样 想要打好高位逼抢战术真的这么难 拜仁表现好正常 毕竟这支球队的战术看起来一直算稳定 球队的后腰算不错 边路是这支球队一直的优势 这些都是这支球队的优势 也是为什么能打好这个战术的原因 拜仁高位逼抢战术 现在算很成功的原因 中场和边路都符合要求 其实这个战术需要球员不断的跑位完成防守和进攻 边路的速度很重要 拜仁的边路有戴维斯 也有格纳布里科曼和萨内 这些都是有速度的球员 所以这个就是拜仁使用这个战术成功的原因 有速度 中路其实如果是格雷茨卡 和基米西加上穆勒的组合 表现也不错 这个中路组合其实也算什么风格都有 跑位的能力有 也有速度 这个也是拜仁成功的原因 重点还是边路球员不错 这个就是弗里科时代留下来的基础了 球员是不断的用自己打跑动完成防守和进攻 基本上就是勤能捕捉的思路 然后球队不断的找一些好的边路球员 这些球员速度可以 有冲击力的情况下 球队看起来进攻就没有问题 当然来万本身就算全能 也是一个能在队友助攻下友好的发挥球员 所以拜仁最近虽然有伤病 但表现凑合的原因就是这个 打门星输球是因为中场和边路的问题 打克隆赢球是因为边路和中场的发挥 这个看起来是高位逼抢战术想要成功的关键 切尔西是另外一个思路 但最近的问题也是在边路和中场 当然中锋也是问题 切尔西最近表现不好的原因 也是因为中场和边路 其实切尔西赛季出 球员都能出场的情况下 切尔西看起来打高位逼抢战术没有问题 不过问题麻烦在现在有伤病 图切尔这个高位逼抢是简单直接的风格 也就是每一个球员该做什么事情都是固定的 但很多替补球员的能力不够 比如最近的问题很明显 边一位现在因为伤病后 可以选择的球员不够多 现在看起来速度下滑太明显了 但边路是图切尔这个战术的进攻重点之一 很遗憾 詹姆斯和奇尔维尔受伤 导致球队的边路速度下滑明显 中场的问题是坎特老师受伤 球队少一个关键的防守球员 这只球队看起来就坎特加上若日尼奥的组合最合适 有点无奈 没有替补 因为这是一个攻守均衡的组合 也能帮助球队组织进攻 所以 这个就是切尔西最近这个战术不成功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重点 创造进球机会需要有人进球 卢卡库最近的表现确实太差了 如果卢卡库是来万圣至哈兰德这样的风格 也许切尔西也不会表现这么差 就是没有进球的人 感觉这只球队可能要不图切尔走 要不就要买一些图切尔想要的球员了 因为一些球员不适合 曼联为什么更失败 其实很简单 很多球员都没有打过现在的战术 打过后发现各自问题都很多 如果不是朗尼克来 谁也不知道曼联会是这样的表现 球队看起来真的表现太烂了 尤其是进攻和防守 但这只球队的球员很多都没有打过高位逼抢 很多球员都是进攻好的球员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朗尼克估计最近都好气死了 因为发现队里很多球员都是攻强于手 真正的想要攻守均衡的球员 基本上没有 然后这只球队还遭遇了主力中卫伤病 现在一直没有找到好状态 马奎尔的状态就是一个问题 边后卫现在看起来基本上进攻好的不会防守 防守好的不会进攻 明显打不出来想要的战术效果 但朗尼克看起来是想要建立一个提升 结果攻守均衡的球员不够用 另外中场确实是问题 高位逼抢需要一个全能中场才行 切尔西有若日尼奥 令物浦有法比尼奥 拜仁有格雷茨卡 漫年有谁 漫年谁也没有 这个就是漫年现在最大的问题 中场没有好的防守球员 也没有真正的全能球员 加上边路的球员看起来都不喜欢防守 中锋年龄老化 打高位逼抢战术显然就是一个折磨 但朗尼克赛季结束离开 不知道后面的主教练 是否能坚持这个战术思路 这个思路想要打好比赛 需要买球员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基本上都是高位逼抢战术 为什么拜仁看起来很成功 切尔西看起来出现问题 漫年直接不靠谱的原因 是否能打好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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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